腾讯体育8月21日,贾家达文章拿虽然外界都觉得中国男队这次亚运会团体签运非常好,但在这样的大赛中,能够进入半决赛的,都没有顺旅,尤其是站在第一单打位置上,无论对哪个国家,面对的都是最顶尖的男单高手。 而今天,刚刚担任一单的许与其,就遭遇了这样的冲击,在输给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之后,许与其说,自己太累了,因为一单的压力,而曾经在这个位置上遭遇过冲击,也体验过失败的陈龙,更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感受开导师弟,想到市井赛涉险击伐周天成之后,这场比赛肯定会是一场迎战。 但是在今天的比赛中,实与其却很难看到太多精彩的发挥,甚至打不出任何的气势。 在昨天首场比赛中,他还说第一次站在团体赛一单的位置,自己最看重的就是要打出气势,但在今天的比赛中,并没有这样的表现。 相反,周天成今天却一直打得很积极,比赛结束,他刚刚出现在了混合采访区,在这里等候的中国台北媒体就祝贺他,说他终于,说到做到。 显然,他之前就做好了复仇的计划,在后接受采访的时候,实与其的情绪也并不高,感觉今天还是状态调动不够吧。 一旦都是第一场比赛出展,应该打出气势,但是我自己今天却没有做到,分析原因,实与其认为还是之前重要的比赛比较多,自己压力也比较大,尤其是年初的全英刀呀,锦散,糖杯载到市锦散,整个人的神经都封得非常紧,无法放松。 到这次亚运会,自己经历有些跟不上,导致今天场上事物很多,无法更好地投入到比赛中,在今天的比赛中,实与其偶尔也在努力调动自己,包括喊叫等等,但是似乎效果并不好,那种喊叫不是发自内心的,这种很难学调动,如果赢一个球能够改变场上的局面,那才真是打出了气势。 虽然自己输掉比赛,但是后面队友依然有希望获得胜利,如果获胜,如何面对明天的决赛,实与其说只能尽全力,但是之前很多方法都尝试过,依然没有找到最好的。 他也希望这短短一天的时间,自己能够有所变化。 刚刚上到一单的位置,实与其在团体赛中面对这样的压力,依然能够被理解。 而在今天晚些时候,也是跟中国台北选手,王子卫战满三局最终胜利的陈龙,似乎对于实弟的输球更有收服力。 其实,早在今年仓碑之前的亚锦赛上,陈龙原本有可能不再去打一单,但是他因为深有体会一单的压力,担心实弟承担不了。 所以在亚锦赛上一直争取胜利,最终还是扛下了汤杯一单的大旗,而这次亚运会,也是因为实与其击败了自己,排名上升,自己才掉到了二单的位置。 我是觉得男团竞争对手非常多,我们总是会觉得为什么一单没有顶住压力,现在每个国家第一单,二单都很不错,包括印尼,我们,应该是正确的看待全世界男单的格局。 不是说我们要去扛住压力,这种压力太大了,虽然我们通过努力把汤杯拿回来了,到了亚运会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放低位置,这样更舒服。 陈龙希望队友们不要因为是中国队,有一个就应该被冲击的心态,团体赢就行了,输赢都是一个团队。 DM的脸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